今天为我们来示范的是 这个五官的捏缩 在捏缩达人吴嘉莹的翘首制作下 很快就完成活灵活现的公仔脸孔 第二届一起仪会街头艺人嘉莲华活动 10月1号即将在金融市民广场举行 根据金融市民化局方面的统计 目前金融市已经核发了1600张许可证 由于今年起桃园市也加入北北基 一阵通新制行列 街头艺人只要透过线上申请 即可到四个县市街头展演 北北基桃合计有超过8000位街头艺人 希望透过四个城市的场地共享 让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街头艺人互相学习交流 北北基桃现在是一个生活圈 在街头艺人的部分 我们也是一阵同友 就是在一个地方办了一张街头艺人证 北北基桃四个县市都共用 到现在为止呢 今年的基隆市的街头艺人证 大概我们已经核发了1600张之多 那北北基桃共有8000张的街头艺人证 其中桃园市的部分是今年才加入北北基的一个行列 那我们希望透过大台北首都圈的一个文化的治理的互相协助 然后让街头艺人可以在这四县市里面可以互相的协助 跟在一文活动互相推广的支持 对于北北基桃四县市的合作模式 从事街头艺人工作已经十多年的五驾营非常肯定 对我们街头艺人来讲的好处就是说 我拿了一个征照 我可能住的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拿了征照 我今天可能会想要去基隆表演 那我可以到基隆去 或者是我在台北市我想要去淡水 我都可以随时过去那边 然后登记一下 我就可以去那边展演 所以这一件事是还蛮不错的 对 对我不用说我一定要跑到基隆 或者是那个新北市 或者是其他地方说 一定要去那边考试 然后才能过去那边展演 基隆市文化局长陈敬平表示 当天除了主舞台有自弹自唱 杂耍特技等表演艺术类的演出外 现场也将设有艺术摄影 捏捏人造型气球 细管编织类创作 粘土艺术 串珠 人像竖鞋等共20个摊位 基隆市长牛叉欢迎民众到场 以艺会友 感受街头表演的热情魅力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